年轻不养生 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 我是欣怡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俗话说得好 中午不睡 下午崩溃 欣怡在这里问一句 您平时有睡午觉的习惯吗 睡午觉可是很多人的习惯 毕竟早上大家起得都很早 工作了一上午 要是能睡一觉 肯定被赶精神 否则的话 只能一蹶不振 德国的研究者坎贝尔认为 睡眠周期是由大脑控制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发生某种变化 专家同时发现 午休是自然睡眠周期的一个部分 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位 睡眠研究专家说 午休已经逐渐演化成为 人类自我保护的方式 最初 午休可能只是 人们为了躲避正午的烈日 后来逐渐变成一种习惯 那时的人类是生活在暖热的地区 户外劳动 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条件 因此午休 成为人们避免遭受热浪袭击的方法 可是无论你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我一定要提醒您 睡午觉看上去是不觉 可是要是睡错了 可能会得不偿失 增加死亡风险 让自己越来越不健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正确的睡眠时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专门研究这件事的医生 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一 午睡时间过久 竟会增加死亡风险 很多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因为睡一觉全身都很轻松 也有很多人夜间睡眠质量差 于是趁着午休时间补一觉 而且一直以来 这种补觉的做法 颇受人们追捧 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 是百利无一害的 但是这种观点可能并不正确 甚至有点过时了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午睡可能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让人越睡身体越差 在一次欧洲心脏病学年会上 来自医科大学的专家 介绍了自己所研究的内容 为了探寻睡午觉的秘密研究人员 分析了二十多篇相关文献 总共涉及三十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最后发现了睡午觉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些纳入研究的人中 并不都是喜欢睡午觉的人 很多人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只有39%的人 表示自己平时是睡午觉的 但是在长期跟踪随访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了睡午觉的弊端 二 午睡超过一小时 可能增加死亡的风险 专家发现 如果长时间午睡睡眠时间 超过一小时 那么 全因死亡风险就会增加30% 特别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增加的更多 可能达到34% 其次 午睡时间过久 可能导致骨质疏松 对于绝经女性来说 午睡时间越长 晚上睡得越晚的 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越高 这是因为白天的睡眠时间过长 会使激素分泌紊乱 比如皮质唇过高 就会导致骨头内的钙不足 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不过 午睡时间 在半小时内的影响就很小 超过一小时风险 才会直线上升 另外 午睡久了 还会增加糖尿病风险 超过一小时的长时间午睡 会大幅增加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但午睡时间小于一小时则不会 这么说来 是不是不能睡午觉了 也不能这么说 科学可不是什么绝对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情况 都是晚上睡得好的人 如果前一晚睡眠确实不好 午睡一下 也是很理性的选择 如果夜间睡眠时间 不到六个小时 那么还是应该睡午觉的 死亡风险可能并不会增加 但是研究人员也强调 即使是这类人午睡时间 也不要超过一小时 最好控制在 三十到四十五分钟之间 很多人对待午睡都比较随便 有时候趴着就睡了 那长期趴着午睡 也有很多危害 三 医生警告 如果你到了五十岁 千万不能趴着午睡 以下几个原因一定要知道 一 趴着睡会加重脑部缺血 入睡后 人的心率会逐渐减慢 流经各组织的血液速度 也相对变慢 流入大脑的血液 会比平时减少 午饭后 较多的血液 要进入胃肠道帮助消化 趴睡会加重脑部的缺血 最终导致头晕 耳鸣 腿软 脚麻等症状 也会压迫神经 影响大脑的反应速度 趴着睡觉 会使势力受到损害 另外 腹部也会受到压迫 容易诱发胃炎 造成胃部胀气等 趴着睡觉 还容易诱发牙周病 甚至导致牙齿脱落 二 趴着睡会影响呼吸 采用这种姿势午睡 还影响呼吸 由于它使身体弯曲度增加 导致呼吸不通畅 胸阔也不能很好舒展 体内氧气供应 自然会不充足 女性压迫胸部的姿势 还会诱发各种心脏或乳房疾病 四 如何好好的午睡 这份报告 主要阐述了午睡和全因死亡 以及相关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 之间的关系 可是实际上类似的研究还很多 比如日本东京大学就曾经报告过 如果午睡时间超过了40分钟 那么就会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 以及高脂血症患病风险 由此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的案例 可就太多了 可是别把午睡一棒子打死 午睡效果不好 可能是睡的 不对 我们该怎么午睡呢 在这里给您一些建议 可以选择性接受一下 一 午餐后不宜立即躺下午睡 午餐后 大量的血液流向味 血压下降 大脑供养及营养明显下降 一 引起大脑供血不足 一般硬时候休息十几分钟 再午睡 二 控制时间30分钟最好 曾经有研究显示 午睡6分钟 就能够很好地改善记忆力 让人睡醒之后 头脑更清楚 睡到24分钟 工作时候的效率 会比不睡觉的人 高34% 要是能睡足30分钟 除了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保护心脏 但是千万别睡得太多 否则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可能 三 夜间休息好 很多人需要午睡 并不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 可能仅仅是晚上睡眠质量差 想要中午补觉 要知道夜间好好休息是多么重要 这可比午睡要重要得多了 如果中午有时间 也千万不要浪费 适当地休息很重要 其实不用刻意找个地方 躺下来放松大脑 闭着眼睛体力也会恢复一些 不一定要求睡着 把呼吸频率放缓就可以 四 别用紧枕 有的人午睡的时候 喜欢在脖子上放一个小枕头 这种小枕头看上去挺舒服的 可是实际上睡着之后 脖子很容易被摆在 一个不舒服的地方 这种枕头并不会发挥作用 很多人用着用着就落枕了 结果不但没休息好 反倒让脖子更疼了 所以如果想午睡最好是躺着 醒后轻度活动午睡后要慢慢站起 再喝一杯水 以补充血容量 吸食血液粘稠度 醒后不要马上从事复杂 和危险地工作 所以如果中午睡得太多 很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 无论是全因死亡风险 还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都会有所增加 此外 易失眠人群需要注意 如果午睡 一定要控制睡眠时间 最好是个闹钟 所以睡午觉 千万不要贪婪 要适可而止哦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